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梦想街也为大家整理了 如果你要买车的时候 有一些值得参考的数据统计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相当具有公信力的JD Power 公布了2020年 最值得信赖的各个集聚的一般品牌的车款 有哪一些呢 艾达 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2020年JD Power所公布的 最可靠的车型 然后跟刚好分距不同的等级 其实刚刚冠宜讲到一个事情 我真的是蛮有感的 因为二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我在台湾汽车公司的 总进口商 也是进口车的总代 台湾分公司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车辆的教育训练 都要强调说 二十年前 都要强调说我们这个车辆 有到这个所谓的全球测试 全球测试就有进行几个非常重要的点 其实台湾也是全球测试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包含像在日本的东京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城市 我们的台湾跟日本的东京 这两个城市 车型状况非常的特殊 第一个 地小人稠 温度高 湿度高 走走停停 平均车速只有15公里而已 所以 因地制宜啊 对 要有一台车能够耐得住 这样子的考验 你看看 引擎室的温度非常的高 散热不容易 因为尤其像台北是一个盆地 闷热在这个里面 又潮湿 所以电子系统不能够氧化 这个散热不能够太差 因为散热太差 会导致整个引擎室内的线组 怎样硬化 脆化 所以这个车的耐用度就不好 因为早期我们都会说 车辆啊 这个水土不服 所以以前在欧洲卖的很好车 到了台湾之后 一直坏 一直坏 修到你痛不欲生 当然刚关于提到这个事 为什么让我联想到这个 因为 那个年代 20年前开始强调 车辆要全球化 所以呢 现在我们可以参考 全世界 比较著名的一些 这个 有几标签机构 对 对 他所评定出来这个可靠度呢 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所以刚刚讲到杰丽炮 来定义了好几个这个我们一般品牌 首先我们看到小型车是Honda Fit 嗯 这个我想 我们观众朋友们不会觉得有疑问 不会打个问号 那大型房车则是Toyota的Avalon 中型房车是Nissan的Leaf 所以其实你看看他的这个分割的极具蛮有趣的 虽然Leaf是一台纯电的电动车 他也可以插电啊 也可以这个 他就是纯电的电动车啦 但他的车身的尺码其实归类是在中型的极具里面 中型的极具里面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不应该把电动车怎样 给拉出来做独立的一个局 说什么最可靠的电动车 我觉得那很瞎 因为呢电动车现在开始有大中小 有SUV还有跑车对不对 其实最近我看到宾市的这个EQC的电动车 我觉得嗯 没有错 宾市造电动车的理论才是对的 因为我坐上去那个车座我发觉 哈 他跟我们想象中那个电动车完全不一 因为他就跟一般的车子一模一样嘛 其实只是在动力来源上做了一些转换 但是不能因为他是电动车 你就对他其他的项目的可靠度 可以有容许性的更高 对不对 那测试他一直坏了啊 什么有的没的那种 你对他因为他是电动车 所以你可以容许他方向盘掉下来吗 不可以嘛 我记得台湾以前有一个品牌叫做玉龙库笔啊 这个也是刚刚进来台湾之后 他方向盘还不是整只拔起来耶 他只是方向基柱掉下来而已啊 被炮到一个不行啊 特斯拉为什么整只方向盘掉下来 大家还可以接受呢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好再来看到MPV的部分稳定度最高 是Toyota的Sienna 跑车的部分则是福特的Mustad 那在这里面的项目 他平套这个所谓的可靠度的平定呢 有哪一些东西呢 最主要还是在使用上面的一些 这个故障率的产生啊 发生了哪些故障问题啊 还有客户服务啊 客宿的等等抱怨 车子到底有没有抛锚故障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 现在是什么 2020这个急剧对不对 其实现在新世代的车辆啊 它所发生最多问题的 通常出在哪里 萤幕 通常有时候会当 触控萤幕啊 影音系统啊 尤其是你知道现在我们看到 所有车都要强调 它有这个什么 数位的语音助理啊 然后有这个环景的环昌的这个萤幕啊 甚至是虚拟的 仪表啊 虚拟座舱 这样子的设计逻辑跟概念 那你看包含的 宾室可以有 嘿 宾室你好 对 B&W一样都是语音可以来去控制 但是我们常常替观众朋友们测试什么 测试这个系统到底 好不好用 这就是JD Power它评定出来 很多消费者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声音啊 但是你看到这些车子啊 最可靠啊 但是它的这个 感觉上看起来啊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 科技配备 好像也是最少的啊 对不对 是这样啊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可靠度高 你可能车子要阳春一点 因为你的科技配备太多呢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被这个消费朋友们评定说 都没有问题 因为越新的科技配备 它越容易出问题 这是在一般品牌上面认为 就是外国媒体认为呢 最可靠的车款 那我们来看看呢 在豪华品牌各个集体当中 是不是就像刚才爱大所说的 也许是不是高科技的配备 小一点点 也许就是成为最可靠的呢 我们来看看大家认不认同 好的 关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豪华品牌的一个车型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豪华小型房车 是B&W的二系列 其实B&W的二系列 其实它的车型还蛮多的 比如说有2AT 它Active Tourer就是比较高一点的先辈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比较欺人做的 Grand Tourer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最近才刚发表一个Grand Coupe 这种用四门 2GC 类跑车的四门房车 那其实B&W二系列的这个推出 它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它是一个 基本上它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成熟期 那再加上我们看 其实B&W在 我们如果在品牌的一个排行度里面 它也算是高级车里面算蛮前面的 所以它在品牌上 然后也向来也蛮受消费者的喜爱 所以它的小型房车 二系列就会登上它的一个排行榜的里面的一个位置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是中型房车Lexus ES 这部车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其实它会进榜 其实有名一点也不意外 Lexus的妥善力 对对对 Lexus的妥善力 还有它向来 收获服务 对对对 它向来在这种排行 不管什么服务或是售后 新车产品 它懂是榜上有名 而且是在前面的几名 那这个ES全新的中心 我相信你看我们在同我们台湾的市场 它也发现出它很受消费者的喜爱 其实我们说现在的中大型房车 很难不去考虑说要选这部车 因为车格够大 豪华 然后品牌 然后二手价格 其实各方面 方方面面 Lexus ES 绝对是消费者 它想要在这个中大型房车里面 可以选择的一个好车 那品质当然是没话讲 而且这也 Lexus ES也是 所有豪华品牌里面 所有房车里面 它最可靠的 它是算是拿到一个最 最棒的一个 对对最棒的一个大奖 对对对 其实相对在台湾的市场 好像也是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型房车 是Genesis的G80 那当然了 因为它是针对是去年所做的调查 然后它所调查的对象是 它使用三年以上的一个经验 所以这部它应该是属于 因为我们现在图片看的是 全新的今年改款的 全新的第三代 那我想他们接受调查 应该是第二代的一个使用状况 这个Genesis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的一个企图心 现代的企图心 它从一个很大众 然后很chip的一个车厂品牌 它要往往往上走 比较高端走 对对对 然后它也把Genesis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豪华的品牌 那我们也知道 它挖了很多欧洲的有名的 不管是设计师或是底盘 所以你看我们最近这几年 其实现代它出现一个 很重大很重大一个转变 那尤其它最近这几年发表的 我觉得车像 Sorrento 然后我们刚刚最近还看到 那个Santafe的一个小改 哇 那个真的都很漂亮 所以Genesis其实向来 它在北美已经卖了 大概七年多了 所以它向来在这个豪华品牌 因为第一个它也很便宜 相对CP值高 然后这七年的经营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让消费者觉得 这个品牌的信贷度还蛮高的 所以它第一位感觉 有点像是台湾的Lexus 可能 对对对对 它想要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它把Genesis独立成一个豪华品牌 那经营七年我看也算是有成 让我们看一下小型的SUV 像是Bernsey Band的GLA得到的 那其实Bernsey Band在北美的品牌 其实它名字不是很高 真的吗 对对对 名字不是很高 在台湾可就不一样咯 像你在北美看Bern道最好 然后Audi在Bern Bern比较上 比较好 但是这部GLA算是一个比较 也是一个属于是比较成熟的产品 那在这小型SUV内 它刚好的一个动力分配 然后还有空间大小 所以很受到北美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买家的一个喜欢 那在实用上 它也非常非常的受到肯定 那我们看一下中型SUV Porsche的Macan 这也毋庸置疑 Porsche在北美这个品牌的前面的排行榜 很非常前面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了 那Macan Macan也是它一个畅销的一个车重 中型SUV 对中型SUV 那其实就我们 其实也会符合我们的预期 其实你看像保时捷 这是一个超跑车厂 一个超跑车厂能够入围 消费者品牌最新来 我觉得它真的有值得探讨的一套 那尤其像保时捷 Macan它不管在销量上 然后在实用度上 消费者喜爱度上 那还有它PTK 也没有说说传出很大的一个灾情 所以我觉得保时捷 在这方面真的相当的成功